第3456是一名31岁的中等体型的高加索人种白人 精神背景没有值得注意之处 低级人员分级是一数据删除导致的一次降级的结果 第3456装备着LED手电筒 一台手持式的配备着通讯缆线的便携式摄像机 和一副与主控的博士联络的耳机 第3456将SCP-860插入了一扇在德国 接着通向一座废弃屋子的门 它转动钥匙打开了门 露出了SCP-860之一 第3456站立了一下 请继续前进 第3456迟疑了一下 随后通过了那扇门 在它迈出两步之后 听到了一声巨大的撞击声 第3456迅速地回过身 门已经关上了并成为了巨大的混凝土墙的一部分 第3456向前移动并试图去扭门的把守 这锁住了 我到底他娘的怎样才能 请沿着小道走 第3456出口应该就在另一边 第3456叹了口气 然后转身开始走下小道 再走了64米后 第3456停住了 你有听到吗 音频接收器没有收到任何声音 那听起来像 一声嚎叫 或 或者其他的什么东西 从树从那边传来的 似乎离这里很远 嚎叫 像狼的那种 不 不算是 挺起来很诡异 已经扭曲掉了 请接着沿着路走 第3456重新开始前进 步子逐渐变快 再走了43米后 步开始变浓并且变成了更深层的蓝色 这里快什么都看不见了 这个手电筒并没有 第3456突然开始朝四周张望 大喊 你现在听到了吗 音频接收器没有收到任何东西 第3456 你听到了什么 大喊和前面一样的声音 更近了 你到底是才没听到 他就在 继续沿着路走 第3456 大喊不 你不明白 他 可以听到巨大的咆哮 从第3456的左边传来 第3456尖叫着 开始沿着小道奔跑 每隔十秒就能听到脚步声 从第3456的背后传来 逐渐地接近并大声起来 直到他们到达 离第3456不足一米的位置才停止 在跑了另外68米后 第3456到达了另一端的那独有着门的巨大的混迷土墙 第3456踢开了门 露出了那座废弃的屋子的大厅 第3456进入 转身 锁上了门 两分钟后 他再次打开了门 露出街 第3456在接下来的数周中 表现出了极度的偏执症状 声称在独处时 数次在远处听到了这种嚎叫 在周后 影响似乎减弱了 第3456现在已经表现正常 近段对收到的音频的分析显示在第3456第二次停下脚步时可以听到一个非常低的声音 对这个声音增幅后的音频文件可以在这里找到 以上这些资料就是关于SCP860探索仪的资讯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记得帮我按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按不喜欢吧 希望我做什么SCP或主题 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